笑吧别憋着了 她们两个情感的事情 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属于不痛不痒 我笑的不是她们的事 我笑的是咱们有这么多粉丝宝们在看 今天14万人 我一直在笑 脸都快酸了 所以说我蹭她们流量还是该蹭的 老汪的流量该蹭还得蹭 终于 子依姐姐也把眼睛打开了 旁白哥报报子依姐姐把眼睛打开了 汪峰前期葛慧杰直播吸14万人 饺子就在锅里 怕你是吃不上 是年关难过啊 张子依下个春节团圆饭不跟汪峰吃了 长秋善舞的她这次在四婚四离的高人手里 汪峰2013到2023年跟张子依混生了两个孩子 2007到2012年和康作如生了一个孩子 2003年取其单 不到一年就脆了 她第二代有名无分的前妻 葛慧杰现在最活跃 2004年17岁年少无知煞到王峰 2005年为她生下一女 2006年被分手梅岭震 2023年10月23号她开直播进宫 笑吧别憋着了 她们两个情感的事情啊 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属于不痛不痒 我笑的不是她们的事 我笑的是咱们有这么多粉丝宝门在看 像我平时直播的话也就几千人在 但今天14万人 我一直在笑这天 脸都快酸了 所以说我蹭她们流量还是该蹭的 老汪的流量该蹭还得蹭 反正你们也蹭不掉 你们也蹭不到 只能我来蹭 他会这么爽的原因是有离丝的 王峰曾表示陈明座春天礼是写来纪念他和葛惠杰在一起的岁月 可觉得恶心啊 在微博上骂汪你还要我带女儿去做亲子鉴定呢 赌赌那个事情啊这个的话我以为他有这个 他在14万人抖音直播间暴露汪峰有赌博和偷吃两大恶习 反正他的恶习我接受不了 如果说这连子怡姐姐到现在也看不下去了 那你觉得我还会跟他付啊 张子怡愿嫁汪峰这件事困扰他八年了 感情这一块对他自己的爱情 很奇怪啊 他们能搭起来 不觉得奇怪吗 你确定不是他们不是在演戏吗 他们不是在演给媒体看演给你们看吗 想不通张子怡为什么 我真的想不通子怡为什么 他甚至2015年就预言 年这一婚拜二婚拜三婚拜 还草草帅帅的准备交踏私婚吗 我担心女儿这么频繁的换人照顾 我还担心女神万一你还拜了 2023年终于豁然开朗了 我都还没骂骂爽呢 然后他又下一个 然后子怡姐姐一上来害得我有点 所以有点好像我有点慌 终于 子怡姐姐也那个把那个眼睛打开了 三里娱乐新闻也算是一种成冤得水的概念 报告 给你看看